腾讯体育11月8月训,俄罗斯著名球星阿尔沙文将在本周末退役,他曾经带领俄罗斯队。 在2008年,欧洲被上报了打电四强,阿尔沙文即将退役,阿尔沙文四肢前锋或者前腰,今年37岁,目前向立于哈萨克斯坦的凯拉特俱乐部,北京时间本周日17点,阿尔沙文将迎来代表凯拉特,同时也是自己足球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。 对手是卡拉甘迪,阿尔沙文表示,三年前就有过这样的想法,就是在结束凯拉特的踢球生涯后,不会再为其他俱乐部效力。 作为俄罗斯著名球星,阿尔沙文是俄超豪门胜里的宝泽尼特清薛产品。 职业生涯也开始于泽尼特,跟随球队获得过三次俄超冠军,另外还有联赛杯和超级杯冠军各一次,也拿到过一次欧联杯和欧洲超级杯冠军。 2008年欧洲杯,阿尔沙文杀出一片天2008年欧洲杯,阿尔沙文带领俄罗斯打电四强,期间淘汰了当时的夺冠热门荷兰。 不过半决赛不敌最后的冠军的主席班牙,2009年冬季转会窗,阿尔沙文以1600万欧元转会费杀蒙埃森纳,出场144次打电31球。 其中包括2009年4月客场队阵力物腐蚀独金四球,第一球第二球第三球第四球,不过,后来因为伤病的问题,阿尔沙文状态滑落,曾经租借回归老东加泽尼特半个赛季,2013年下前离开埃森纳后,和泽尼特先军,2015年,阿尔沙文转投额超酷班,2016年转会哈萨克斯坦球队凯拉特,阿尔沙文。 阿尔沙文被俄罗斯队出场75次,打击17球,哥哥。